算是舊政治的最末尾 舊政治的 接下來就是新政治的時代 所以我們必須 就像現在講話 我剛剛其實靠應該要聊他 完全忽略他 我剛剛在準備 每個故事結束 228道歉 結果他道歉到一半被抗議打斷 這個抗議一定會有 只要是這種救國民黨體系的人出來 為228道歉 大家都覺得他不是真心的 就一定要去抗議一下 是抗議他不夠真誠 對 當然我也不知道他抗議真誠到底 就是他道歉真誠 到底要道歉到什麼程度 就是我不知道 因為他們也沒設下 比如說你要跪在地上用爬的進去 我不知道他沒有設下標準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道歉程度到底怎樣 但是蔣萬安他的道歉稿 跟馬安九是一樣的 我作為一個什麼身份 我作為市長 我也只道歉 他不是說我作為蔣家的子弟 人家可能會期待說我作為蔣家子弟 我要講一些比較暴烈的話 哇公是壞人 哇奏是壞人 我一家都壞人 但是他也沒有這樣講 如果這樣講就真的很暴烈 第二天所有各大頭版就攔了 可是蔣萬安他的個性就很縮 蔣萬安非常膽小 這個稿子一定不是他寫的 一定不是他就是叫別人寫 不管啊那是他寫的 就是蔣萬安如果他膽子夠大的話 他2018出來選市長就上 你覺得他應該做什麼事就會上 沒有啊他出來報名 2018就會上 丁守中太弱了 對啊 丁守中太弱了 但是丁守中也才輸幾千票而已 你看他都廢成這樣子 他輸幾千票 蔣萬他那更更 這什麼都不用做出來報名就好 他不要講話 做人行立牌就好 但是如果做為選戰的 我就說幹你不要講話 出去就給我笑 可是他真的都這樣子啊 對 出去都給我笑你不要講話 當然他是真的很 就你叫他拜票拜票 握手頭低一點他會做 那講話那是真的不行 所以就 就是吃老本嘛 那他吃的老本是郝龍斌 馬英九留下來的老本 可是馬英九一開始選贏 陳偉扁的時候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看到陳偉扁現在一天到晚 發迷音圖 我就覺得靠阿扁 寶大位啦 大家可以去追一下 陳偉扁的勇哥粉絲團啊 大家有看吧 他的迷音超猛的 他超猛的 超猛的 達力耶 我們當代達力 我覺得是達力 他還有發什麼 我一直在看他的圖 我一直想說他的 他大腦的邏輯結構 已經變成什麼樣 超屌 他到底是有病還是沒病 這樣 這薛丁格的狀態 薛丁格的阿扁 那 可是阿扁在當年1998 真的很強 我想在座各位都很年輕 很多人就說 買酒靠外省人台北贏定了 錯 買酒一開始也是被認為很廢 廢物 可是還有王靖勳 大家都忘了那天他有選 後來被棄薄 然後陳偉扁真的很強 他跟高嘉瑜 完全不同等級太強了 陳偉扁那時候真的太強 他是 你們年輕人真的不知道 在前面他跟趙昂康選的時候 台北市會在街頭打架 騎摩托車身上插很多旗子 然後看到不同陣營 就是下來互歐的那一種 是台大出來的吧 對啊 一般的台北的鄉民 就會插那個趙昂康旗子 看他陳偉扁旗子在路上 一言不發會開始互歐的那一種 哇 那真的很熱血的時代 我覺得大家都錯過那個時代 好可惜 就是你哇 政治狂熱可以到這種程度 然後造勢晚會可以到20萬人 哇 20萬人現在跨年晚會都沒有那麼多 那個 國父紀念館那隻兔子最多8萬 最多8萬 20萬人 而且全部都是阿公阿阿伯阿那種很老的 然後在那邊哇那真的是很厲害 所以我們那時候壓力非常大 太強跟神一樣的強 不可思議的強 就是他的很難想像 每一個策略都是對的 他們所做的每一個選舉策略都對的 那國民黨這邊所做的每一個策略 都是愚蠢的 然後馬英九什麼都不會 就是他媽的 但是我們會想辦法運用 以前媒體優勢真的大 國民黨的資金優勢真的大 黨產優勢什麼都是好強 要不是這些硬 硬軋課金 課下去 根本不會贏 不可能贏 不可能贏 太強了 所以很多人說馬英九看什麼 外省人基本盤就贏了 錯了 外省人也蠻奇怪 他可能看馬英九不爽 就不出來頭了 就覺得沒希望不要 要把那些人騙出來有多難 這好強 所以看到阿扁這個樣子 我覺得他要進入新的境界 阿扁NK2 那我有個問題 因為你剛剛有說到那個道歉 不管怎麼道歉可能都 達不到 對不滿意 對不滿意 那那個會不會變成說 新加入 國民黨的一些小清新們 他們會覺得說 幹就是 這事情人又不是我殺的 我什麼也沒做 我只是因為政治理想跟 國民黨比較相近 我不知道是什麼理想 可是就跟他們相近 而加入嘛 那結果 那就變成說 就變成一個原罪 他不管怎麼樣 他就是要背 一直要道歉 而且為什麼市長要道歉 就是為什麼 這個市長要道歉 它是一個政治哲學的概念 這個 可能比較有點生硬 因為德國追賽場道歉 他們發展了一套完整的理論 我們為什麼要道歉呢 因為現在德國人還是有曾經納粹的遺產 科技啦 一些建設啦 高速公路啦 所以後來德國人只要繼續 share這個相關遺產的話 他對於當年猶太人的 比如勞力 猶太人被強制捐獻的一些 猶太人損失生命 他卻有一個責任 這個責任是隨著 德國的這個社群延續 而持續存在的 那這一套理論 當然是社群主義的理論 因為這德國社群就是延續嘛 他不是說納粹結束 說德國人死掉 然後全部轉世成史萊姆 不是 那回歸我們台灣 回歸我們台灣 就是國民黨就是一個延續體 那個時代的 搞了這些鳥似的國民黨 還是有很多人一直 站盡那個時代老處到現在 所以他作為國民黨議員 他有資格去 要不要有資格 有必要去反省這個責任 因為你現在就是站在過去的基礎 國民黨要不是全部砍掉重練 你又不是所有黨產圈出來 你改名叫民國黨 沒有 民國黨也滅了 就是 就是你並不是真正的轉生 你還是在延續一個個體 你還是在賣過去的一些意識形態 雖然他們現在也不講什麼主義 所以他有道歉的必要 但是講到國民黨年輕的一代 他當然會說 為什麼要道歉 關我批施 那個 他是在裝處男 你知道嗎 他哪裡會不知道背後的這一套呢 他之所以去做這個態 他要提款 他意思就是說 他說你看我那個 藝術林好壞 塔利班好壞 一直罵我 請給我一票 這樣 讓我幹掉廢洪泰 這樣 所以 就是 他們也知道 就是你這樣子越去抗議 你這樣子越去做一些要求表態 然後講完看起來越衰小 他的票就越多 就是國民黨就會有一些深男 可能就會有受挫感 我們為什麼要一直吞下去 所以他們也是要利用 就是這些傢伙都不是那種楚男 都是政治老手都厲害的很 那這樣講完是不是就成為 接下來國民黨的新公主 就他的對不對 我覺得講完就是因為膽子太小 他要成為公主恐怕是慢慢長路 第一他不能光靠信講 第二他不能光靠長相 可是這兩個就贏了 就贏下台北市了 對啊他有戰功啊 是沒錯可是 其他他接下來要成為黨的領袖 他要說服的不是選民 而是黨內的妖魔鬼怪 各路三頭 一堆智力非常高 魅力非常低的人 所以 慢慢長路了 那智力的高了 國民黨為什麼還是擺足自從死而不僵 有其道理 我在跟他們聊的時候 我很少會覺得 喔幹這個人智力好高喔 特別是 葉原志也在場的時候 哇這個人智力好低喔 這樣葉原志智力好低 凸顯這一位智力好高這樣 就是通常來說啦 這一傢伙 很多人說國民黨多壞多壞 他其實 與其說對外面壞壞 他們都是對裡面壞壞 所以 短期內 我不覺得他們會對國家社會造成什麼多大的傷害 因為他們經歷都在幹死自己人 哇